日本众议院选举的结果在28号的凌晨出炉 执政党总共是拿下了215席的席次 没有办法突破过半的233席 那么这也是日本政坛睽違15年以来再度出现 众议院执政党没有办法过半的情况 不过另一方面反观在野党的这个席次 则是大幅度的要劲 我们就来看到在日本媒体的方面呢 在这个各大报的报纸头版是纷纷写下了标题 写下这个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 没有办法拿下过半数的席次 那么接下来石破帽政权恐怕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这次选举自民党有原本单独过半数的247席 缩减到剩下191席 身为自民党党魁 石破帽虽然表态不辞职将继续执政 但在习次未过半的情况下 未来势必得和在野党合作 另一方面自民党选队委员长小泉靖次郎 则表态将辞职以事负责 而同为执政党的公民党代表石井起一也落选 势必得再选出新代表 另外现任内阁成员中法务大臣和农林水产大臣也奔奔落马 此外这次选举备受关注的 就是涉入政治献金问题的自民党议员 在旧安被派的五人重当中 有四人包括退党参选的士庚红成 还有秋生田光一西村康仁等等 虽然一度陷入苦战 最后还是顺利当选 不过前奥运大臣 完川朱代还有夏村博文 魏腾曾侍郎等资深议员 则是没能胜选 政治献金问题相关的议员中 46人共有18人当选 28人落选 从中就可以看出选民的态度 在业党方面最大的立宪民主党 席次从98席要升到148席 国民民主党席次也一口气 暴增到四倍之多 立宪民主党代表也田家彦更说 政党轮替离现实又更近了一点 接下来新国会将推选出新任首相 在执政党位过班的情况下 可能进入第二轮决选投票 如果石破茂没能连任 将打破战后任期最短首相的纪录 就算连任的话 未来如何和在野党联手合作 以及重整党内势力 稳住军心 有一连串课题要面对 欢迎去用17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欢迎订阅 请订阅